如今看古装剧总有一种玩大家来找茬的趣味感 实在是现在的剧为了符合现代审美 完全脱离了史实 就拿女性的发誓来说 打着复古的名号 却做着时尚的改造 龙门飞甲中万贵飞剧照要知道在古代 女性的发誓有头面之称 既然称为头面 代表的就是脸面 它不仅代表了财富 审美还有身份地位 这样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只顾着自己开心 顺变万代 女一名飞转剧照 这部发型还是比较尊重史实的本折成前臂后 正过汉丰的决心 小编时隔许久为大家带来超级干货 明代女性头面的识别指南 为什么选择明代呢 是因为明代女性的头面首饰 已经从寻常头饰发展为 具有一定插带规则的组合 每一款都有特定的造型 名称以及佩戴位置 所以以明代为例再合适不过 希子琢娥高纪雍 既在明代 对于佳静音时 依着讲究的人来说 一副完整的头面 一般由十二三件首饰组成 有的甚至多到二十几件 纵使故人将长发盘成高纪 可供发挥空间也实在有限 所以在正式佩戴头面之前 需要先戴上 低纪不远景的说法就是假大纪 如是先祖荣相中戴 纪的妇女 既并非为明代所创 她大约出现于人代 起初就是指霸纪本身 但在宋远女子戴冠和包剂的影响下 剂上开始过之物 剂的定义就逐渐由纸发剂本身 变成纸罩在发剂之外的包裹物了 她一般用金银丝或马尾 头发等材料编成 外副造色纱 成中空的网状元锥体 使用时将其刻在头顶 罩住由真发结成的发剂 黑皱纱银丝 既与金头年名武镜王乐家族目出土 只有已供妇女才能佩戴 既由于身份 家境的差异 妇女佩戴的纠继材质也各不相同 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 已经营出编辑的 既是当时的主流时尚 除了 既在名代目藏中 还出土了一些成扁买的椭圆形状的罐 她的用途发质语 既相同 但一说这是观看人家的正式夫人 才能享受的特权配饰 将西南城县 名义中王乐万飞官出土小金官 此处敲黑板说重点 虽然 既一般都与头面首饰一起佩戴 不过 既并不属于头面 有时候也可以单独佩戴 宝记花簇铃铛 头面既然 既已经戴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插上各式单拆了 但这可不是艺术创作 可以自由发挥 名代头年的各色单拆 根据种类的不同 要佩戴在相应的位置 并且各有名称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各部分的命名 还存在一定争议 不过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挑心挑心 是名代妇女童年的重头戏 插在整个发际上最中心 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因此总是制作的玲珑奇巧 夺人眼球 香宝石王母 加鸾鸡挑心 江西省南城县明一宣 王母松飞官出土 挑心夹角多为扁平 自下向上导差入发昧 最常见的是佛像挑心 还有宝卡 半文 凤凰 王母等祥瑞图案 锦香宝石 魔力之间挑心明 都昌 王朱大勇 父父目出土 分心分心 也是头名中重要的一件事物 从名字来看应该与挑心有关联 但是为何这样叫 已经无同知晓 而且目前争议性也较大 本文在比较之后 采用杨之水先生的说法进行解释 分心是明代妇女拆带载 既前或后的一种是样特殊的三 金平梅第二时回说 李平儿三副银匠将一件金丝 既改作一件金香玉关丽 满时交分心 并特别说明是要正面带 可知分心前后应该略有差别 从实物来看 前分心比起后分心更加扁阔 有时佩戴方式也略有不同 香宝石凤文金分心 江苏南金木兵特式忽然 眉是目出土分心的形状 为十几厘米的一道弯弧 背面做出几个扁管 以安三角 正面上人一般高于两端 由于面积较大 工匠也有了